对 我还带了我的四个住手一起住 带了你的四个住手一起住 对 有时候开会嘛 公司开会 有时候家庭会 你想到他租房子 租房子呗 三口自家 或者是说家父母五口之人 你何必要搞个大房子呢 他非得要把公司的员工都安排进来 租个两三百的平米 干啥呢 不是有什么必要吗 公司有公司的房子 自己住家 住家的房子 老人家还要给你负担员工的 什么火 实际上这块东西给你搞卫生 搞这块 还要带孩子 你说这块东西我住手也做事了 不是光吃白饭的 谁的父母在 我的父母在带小孩 等于岳父岳母在带孩子 然后除了管你们的孩子 还得管你的员工 员工也是偶尔嘛 因为我的住手都挺勤快的 他们在家也做做家务 也炒炒菜 你开什么公司啊 传媒公司 住手我也没让他们住外边 他们也得花钱了 住我家 那说白了不就你住手就住在你们家吗 就你公司有四个员工还住在你们家 这个诉讼是您提出来的 对 离婚 您没同意是吧 肯定不会同意 这婚姻不能当儿戏 我可以这样说 跟他家人关系 跟他弟弟亲戚关系 那都是非常好 而且都站在我这边 他总是说我给他父母亲洗脑 啥意思呢 原来是他父母亲 总是他给钱的时候不要 我说有什么不要 有多少拉多少 没事 你给到他他钱都花了 你干嘛呢 你还不如当着给他存钱一样的 就是因为你洗脑 所以我才把你赶出家门了 赶出家门了 对 我住的我另外的邦室去了 相对于孩子回来 我就回来一趟 他的大儿子回来 小儿子 小儿子 大儿子在读大学 那小儿子回是指回哪呢 我们是放在外公外婆来带 有没带生命带 我们两个人就各不 你们这个居住还挺复杂的 租的房子 你们夫妻俩加四个住手 住在一个二百多平的房子里 对 租的房子 对 谁负责做饭呢 没人 住手轮流啊 我妈过来之后就以我妈为主 哦 你母亲还管你们公司的食堂 是这意思吧 公司也 公司也有 也有阿姨做 身体本身也不好 行 这是第一块 你们俩的儿子跟谁 大部分时间在我父母家 不跟你们夫妻住一起是吧 偶尔过来 哦 孩子偶尔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不回来我就干脆我也住在 别人公司去了 你住别人公司啊 住到外面去了等于是 为啥呀 你们俩还不一起住 没办法 他要么就吵啊 反正就是 你搬出去 你们俩分居有多久了 半年吧 哦 他觉得在我员工面前没面子嘛 哦 在家里吵 您还想离吗 他又是有点改变 可能还会有 你想让他改什么呢 你至少得回到从前吧 从前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给我们形容一下 从前对我也还挺关心的 甚至关心胜过他的大儿子 哦 那为什么四年之后他不再关心你 甚至向你动手呢 他就觉得我脾气越来越燥了 他说你在公司对员工都那么好 一个个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本身员工也是90后嘛 他们就该带嘛 就不是该动路 都是引导嘛 你比我大12岁 你还要我来引导嘛 哦 委屈是在这儿 你应该引导我对吧 但是你发现这不是个人生导师 也没个肩膀 对啊 啥事 他也靠你 对啊 累死了是吧 你最大的委屈是什么呀 但是你为什么决定娶他呀 说实话 他的心还是比较好的 我还是认同他 认同他就是说 他本身在传媒公司这块 扬强的这个火爆脾气 但是你别把这个工作状态 带到家里来 我作为你的爱人 相对于有些东西 你就不能说 我非得要跟你解决什么 工作当的事 隔寒如隔山 我也没办法了解那块东西 他为这个事 还专门到我公司领导去炒 要我老板不要跟我加班啊 不要搞什么 我只能出来 干脆跟他来做 跟他做 至少你要给我开工资吧 你不开可以 他员工不开 我做劳工 你这点做不到 你跟我帮下忙 我可以 跟你帮忙就帮忙 那他给你开公司吗 开鬼哦 开工资啊 开鬼 就是比员工赛 他就是 他无非就是开工资什么呢 就是出去的车费 邮费 给个一两百块钱 就这回事 因为有些这个防款我也还 每个月的压力都在我这里 我每个月还几千块钱 所以我 随地都要想办法找钱 他大了大脚 我也不知道他收入多少 谁要你那时候炒股 现在你就知道要还钱了 谁要炒股 要不然做员工 要不然做老公是吧 你想你想做什么 做老公呢 肯定是 不想给他干了是吧 对 早就不想干了 那就别做员工了 就做回老公不就得了吗 做老公他也不管儿子啊 你总得让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吧 你能主内吗 我可以主内 我说了他当的员工面对着 说我家庭富男 我说没问题啊 我就当家庭富男可以啊 但是你家庭富男 也要考虑问题嘛 这个收入难允 对对对 就每个月得给生活费对吧 对啊他没有啊 他就说你家庭富男 你做家庭富男 我不都买回来了吗 我不都买回来了吗 该买的 不不 你每个月给人点钱吗 给点烟钱呢 不不不 家庭富男也得有钱哦 我该买的我都买回来了 我就觉得就给他几千块钱 够了 一个月给你几千块钱啊 没办法说 不是道理给没给吗 没给啊 我没看到啊 他无论就是领导税敲的 这就是您不能上嘴皮 碰下嘴皮的说 给个几千块钱 看来没给啊 给了 啥的意思 领导税敲的 什么五块钱的过路费 都一路算的 没给他 给领导税敲的 给我没办法 他儿子读书 我也给他儿子了 儿子的三六元 什么两千块钱 可以 那都算在里头上 还要你每天 能在家里带着孩子 搞卫生 还能够搞饭吃 明白了 你得做一全职老公 对吧 你工作上也帮不到忙 你只能在家 他就这回事 工作没办法帮忙 明白了 老师们也听明白了 这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有一个没太听清楚 就是我还是没听清楚 你为什么嫁给他 你为什么娶他 我还是没太听懂 当时嫁给他的时候 就是因为 我不是在学车嘛 我当时那个司机 我问的是 你为什么嫁给他 他觉得他人老实 对 人老实 那你为什么娶他呢 因为我本身 但是也是单身 我也感觉 这个女孩人不错 我反正也是 想要一个伴侣 再加上 我有一个重女轻男的思想 前妻生的是一个男孩 想要一个婚姻 能够生个女孩 最好 所以那个想法 那你为什么离婚呢 上一队 那是性格不合 前妻是跟他一样的性格吗 两个性格 两种性格 哪种性格前妻 按他的搞法 就是弱热一点 我前妻离婚是离婚 当时还是交朋友 甚至与前岳母娘那块 都是交朋友 她还去过 跟前妻一起玩 跟岳母娘一起家里去吃 都去玩过 所以她为这个事也是 来给我闹 她说你离婚呢 还跟前面勾勾搭搭 我都不存在 有一个共同的小孩在那里 好吧 这位先生 其实你娶她的动机 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个女孩子 看起来像能会生女孩的 好像就这么一个 那您既然敢娶一个 比自己小12岁的 事业有成的 这样的一个年轻姑娘的话 那您就得承受 她背后所带来的一切 比如说 娇气啊 娇庆啊 完美主义啊 因为33岁才出婚呢 肯定是对婚姻寄予了很多美好的期待的 对 所以您不能说 又吃着干着甜 又觉得干着扎嘴 对吧 另外您刚才谈到 关于前妻的问题的话 让我感觉 你们两个人都处在一种 极其边界不清晰 角色定位不清晰的状态 您跟您的前妻 和您现在的妻子 把它搅和在一起 然后您还寄希望于 其乐融融一家人 好朋友 离婚意识朋友 您这个太理想了 因为女人 她本身的嫉妒状态 就是会比男性要高一些 对于爱的排他性 本身就比男人要高一些 所以您凭什么认为 您有那么大的魅力 又能让前妻跟您做朋友 又能让现在的老婆 去接受您 跟您的前妻是朋友呢 您真的没有太把这个女人当回事 不尊重 然后 这里面有一些过程 我是咨询过她 我就询问过她 你这个去还是不去 我肯定是要去 我不是在跟您争论 但是作为一个女人 她如果说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说不去 那显着我多小气 那我只能咬着牙说我去 那谁难受谁知道 您考虑过 您提出来这个问题 对于她是该怎么样回答 您就把她给架在那高度了 你只能回答是 否则你就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 然后对于这位女士 我刚才也说了 边界不清 角色不清 助理助理 住在家里 你也没有尊重 在你的王国里面 你就是把自己的需求 凌驾在所有的需求之上 把自己的情绪 情感凌驾在所有的需求之上 你要一个男人 能够百分之百的放弃自我 来去听从您 同时又还要让他在起冲突的时候 能够站出来保护您 这种分裂的状态 你让你的男人无所适从 他到底要扮演一个小绵羊 还是要扮演一个大灰狼 您到底要什么 您自个儿想明白了 要不然的话 他永远无法追随您 如此多变的需要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去坐 当时你看上你的丈夫 就是因为她老实 对吧 老实 对 打不还手 冒不还口吗 对 所有你想的 你认为现在不能容忍的 还都是反映出她老实 对啊 她 她没有变 你为什么要跟人离婚呢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心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很委屈 很憋屈 你很憋屈 其实委屈我受的太多了 但是都是你自长的 父母反对 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这么 义无反顾地在一起呢 因为她老实 第二 没有婚礼 因为要在乎她的感受 她不同意 对吧 是不是你自己愿意的 是 你还尊重她嘛 你尊重她 亏你说出你还要尊重她 结婚之后哪件事尊重她 你把她当什么 你把她当老公啊 还是当助理啊 还是当免费的司机啊 我觉得她太没用了 太窝囊了 所以我才把她靠到身边 人家自己活得好好的 人家驾校很专业吧 人家教练做的 你去到人家公司厂 让人家辞职 跟着你干 结果呢 一分钱没有 管你要点 报销的油钱啊 然后过路费啊 停车费啊 你还把它算出她的工资 在家里呢 你要把员工外人 请到家里来 好嘛 你这家庭太乱了 里外不分呢 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 既然找一老实人 那可能在外面 他有时候表现的窝囊 但是在你看来是窝囊 在人家看来 或在我们看来 他人家是讲理的 你所谓他窝囊那两件事 如果不是你 不问青红皂白 冲出来去捣乱的话 这件事可能都会得到 很合理的解决 把事情闹大 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都是因为你 然后回到你们家庭 我猜你内心是想挽留他的 只不过是想让我们说说他 但是不好意思 你最应该被说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涂老师 一个像火一般的女人 她的初婚 她一定是热情似火的 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一定是希望像燃烧一样的状态 能够在如火如荼的过程当中 面对自己的新生活 这是你最初的期望 而一个像冰一样的男人 选择了再婚 他对婚姻的诉求 不是如火如荼 他的诉求是冷静处理 平静对待 生个女儿就算了 所以你们对婚姻的诉求 和期望不一样 事实上想象的也跟自己 实际牲畜的婚姻状态 是不一样 先说一个问题 爱与不爱 我认为像你这样一个 如火的女子是爱她的 比如说 没有办婚礼 对一个女人的第一次婚姻来说 多半是不能忍受 而像你这样一个 暴躁性格的女人 当然也符合你性格 不顾一切 家人的反对 没有婚礼 我也愿意嫁 宁可拿着三套婚礼的心服 半夜三更自己摸着看着 伤心 我也可以没有婚礼 嫁给一个男人 包括你和她的前妻的孩子 相处得也很好 在我看来你是爱的 但是这位像冰一样的男子 是不太爱这个女人 至少没有那么爱 人家把自己 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 你居然以二婚 不能太高调为由 没有给她一个婚礼 这是她这一辈子的缺憾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你就没有多么爱她 第二 虽然你所讲的 她很窝囊的那两次 确实是你性格太过于冲动 把事情闹大 但是从南方的态度而言 你也没有多爱 虽然她无理取闹 她性格太重 导致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 但你作为她的丈夫 作为她的男人 作为比她大 十二岁的一个中年人 你应该出面 保护她 或者是处理这件事情 这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丈夫 应该做的 你没有做 你甚至没有那种本能 去挡在她前面 我认为你没有多爱 谈完了爱与不爱 我们谈相处 你们每个人都过高地 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这个像火一样的女子 以为我的热情 可以化了你 至少在婚后 但是这个像冰一样的男子认为 婚后 凭我的冷静 和以往的生活经验 我可以让你 变得更听我的话 来主导我的生活 但是事实上 你们都想错 如果用火去烤冰 其结果不是融化 是开裂 冰马上会蹦开 那现在就蹦开了 你那是大火 你要用小火慢慢去烤 它能化 你蹭了一下 马上火就上了 你可不把它烤裂了 再说了 你确确实实 有点太里外不分了 没有助理住在家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何尝考虑过一个 曾经结过一次婚 人到中年49岁的一个男人 天天看着四个助理 伺候你 他内心做何感受 而且他也是你 其中一个助理之一 而且是最没用的助理 而且连报销费用的时候都没有 你让他觉得 自己身体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你让他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 他会认为自己的婚姻 一次不如一次 所以你很笨 你这火烧得不对 如果你这火要是烧得对的话 不光能够燃烧它的热情 同时能够把日子 过得像温水一样滋润 而作为这个男人 其实是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受 当他觉得我改变不了你的那种脾气 我实地上也不如你的时候 我索性躲避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 那如果你们俩还要继续在一起相处 首先 请你把你那无名活给我收起来 聪明的女人是小伙慢顿 把你公司分清楚 助理就应该自己找房子 自己工作 其次 你得给他自尊 你不给他面子 谁给他面子 而对于这个男性来说 我想说的是 你既然娶了一个娇妻 比你小十二岁 你更多的给他的应该是呵护 在生活中 更多的给予他辅助 在有些时候 也要软中带强的 挡在他前面 承担一个男人的责任 当你们什么时候 这火能够把冰融化 变成了一趟温水 这日子可能就滋润 好不好 好 谢谢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 女人在外面挣钱 男人在家里持家 把家持得好好的 挺好 单位你就赶紧给他辞了 该给钱给钱 你们俩可以议定一下 对吧 一个月你看给多少钱工钱 长沙现在雇一个 看孩子的保姆多少钱 五六千 五六千 这就算五千 打个折 做饭的小时工的阿姨 是多少钱 三千 八千 行吧 三千 打个折 七千 你一个月给他七千块钱 这七千块钱是他的工钱 我相信他以后陪你出去 还要过路费不 谢谢 不用了 你看看 人家有这个潜质 看见没有 是不是给钱就开个玩笑吗 其实没什么 家用夫妻应该透明的嘛 你好歹有一个边界嘛 老师们老说边界边界 听明白了 听明白 以后别老拍桌子 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个 老婆 现在是距离产生美 你把我赶出去 是吧 这么一段时间也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我相信你是越来越美了 那么以后能不能 我在家带孩子 你是一个小人 我承认你 那么请你开点工资 你这草要工资 在这边 爱情需要经营 这个我相信 好 时间到 回吧 给人开工资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谢谢各位 请回 谢谢 来 请关门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同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剧烈爱奇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主动点 老婆辛苦 这半年后的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牵手啊 啥感觉 有温度吗 回到从前吗 又来感觉了 哎呀 你倒是太 哎呀 来 又去我们的小发桶 有请 来 宝贝 来 你很漂亮 谢谢 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我没带过 跪下 这么小的老夫 老夫 现在还有最一船 抱抱 抱抱 小哥 小哥 亲一个 这个需要亲一个 亲一个 小哥 哦呦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